发现了蟲蕴Matsutagi 营养丰富,能提高免疫能力致癌,致心血管疾病等等 有珍贵的食疗价值,所以就专程做了这个蟲蕴系列多个视频 和大家分享,祝愿大家健康蒙福 新鲜的蟲蕴用来炒虾炒肉都非常好吃 大虾鲜甜,蟲蕴香甜爽 蟲蕴炒大虾实是一道非常赞的美食鸡鸭 首先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分享点赞 和按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期美食视频 材料大虾,新鲜蟲蕴,红椒,露笋,蒜头,调味献汁材料 详情请看视频下方的info box 露笋洗净了,去除了硬的部分 我们就将它切成大概一寸两,一寸的段 完成了 这个红椒我们也洗净了 然后就开边去核 去白色的东西,把它切掉 好了,头脏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了 白色的东西,我们也都尽量不要它 切到这边再说,红椒又切好了 蒜头就去衣洗净,这样就切成碎了 如果已经知道如何清洁和处理虫蕴 就请你跳到这个视频2分49秒,继续观看 处理虫蕴,尽量是不用水洗虫蕴 因为会将很多虫蕴的香味洗走 你用小刀就把根部批出来 泥土和硬的东西都是不要的 把根部批出来 用刷,刷走它表面的污漬 刷入根部向上刷 浮药物,凡是菌的浮药物 都是可以不要的 用一个湿的厨房纸,把它抹干净 把菌帽和菌病抹干净 另一张湿的厨房纸,我再抹第二次 它会更干净 哇,你看,真的很干净 我这个重涌是有6盎司这么多的 这么大的,和我的手一样长,切开它 重涌切片炒的时候受热均匀 那我就切它白薄地,四分一寸闷 差不多 好香 那些虾完全解冰了之后 那我们就洗净了它 就用厨房纸,把它抹干了 那通常我们都要抹两次 那这样去抹干它 调味芡汁在一个碗里面 有半汤匙的蠔油 半汤匙的鹰粟粉 加入1汤匙的水 让它拌一拌均匀 铃底锅里面就放了四分一的水 加盖就用大火烧开 水就已经烧开了 那我们就放入一些露笋 走一走青 等它再滚起,大概30秒 那我们可以拿出来 好了,那我们又煮了它大概30秒了 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 我们大火烧热了的锅 那加入了这个油 然后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虾 然后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虾 就将这些虾呢 稍微两边煎一煎 那煎虾大家都知道的了 就总之它是蒜蜜 蒜蜜 那就是OK的了 而且呢,因为我们的虾 一会儿要再回锅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煎到它 全部熟熟 但是我煎到8成熟就可以了 反转它煎到十几二十秒 那我们就下滴滴滴盐 一片尺的盐 那这样煎一下 好,虾可以下来 我们又加入大概一汤匙的油 那我们将火关上中火了 加入我们的蒜头 鲜鲜 鲜鱼 转转炒一下就可以了 好香的 已经很快就会出那个香味 现在加入我们的红椒 加入我们的鲜鱼 加入我们的鲜鱼 炒至十凡二十秒 加入我们的鲜鱼 鲜鱼 因为鲜鱼很大 你看看 它炸了三分之鲜 鲜鱼很长 我们就等鲜鱼 炒至它软身 所以放它在底下 因为鲜鱼 其实是可以生吃的 半生熟的吃 所以鲜鱼 基本上如果炒至软身 就已经可以准备上菜了 现在在中火 偏大小小的火 我们就转到大小小的 就转到中大火 加入鲜鱼片之后 开始计时 我们就要共炒了它 两分半重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虾 啊 好香啊 加入了我们的虾之后 我们就炒了它一段 这个虾的味道 和其他的素材 一起混合均匀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调味醬汁 先拌匀一下 然后就一路加 一路炒一下它 一路加一路炒一下它 两汁都不太稀 炒均匀 一会儿 关火 上碟 看起来多漂亮 还有呢 我试这个味 那些虫涌 真是鲜香 乱爽 非常之好吃 而且非常之有营养价值的菜 配合鲜虾很好吃 不能够用然而形容的好味道 虫涌炒大虾 是易做好吃 有食料价值的佳鸭 小厨Sanny 推介个肥美食烹调 记得订阅啦 有食料价值的佳鸭 有食料价值的佳鸭